人过五十 你终究会相信这四种天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到五十岁 走过半生 努力过 彷徨过 得到过 也失去过 经历了人生的侃侃可磕 看过了人世的浮浮沉沉 到最后才发现 一切似乎都是天命难为 年轻时 我们总以为努力就会有收获 相信人定胜天 总以为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到最后才发现命运只垂青那些幸运的人 郭德纲曾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的成功靠三分 能耐六分 运气一分贵人扶持 很多时候 决定你成败的 不是你不够努力 而是你的福报不够 没有那个运气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 命里有时钟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又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 人终究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命运 所谓一切都是命 所谓一切都是命 万般不由人 看开就好 孔子也说过 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何谓天命 大约就是得之我性 实之我命 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人过五时 你终究会相信这四种天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 面对人生的得失成败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曾国藩在四十七岁的时候 面对自己的得失成败 有一天突然有所顿悟 在家书中 给曾国权写了这摩基句话 古来大战争 大事业 人谋紧战十分之三 天意横居十分之七 曾国藩年轻时 官场得意 惊于人情世故 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天命 经历了战争的失败 和幻海沉浮 才终于懂得有许多事 其实一切都是天意 清代大才子赵毅在论诗中 也写道 少时学于苦难缘 知道功夫半位全 到老史之非利取 三分人是七分天 年轻时 我们付出了许多努力 还是做不成 做不好 做不圆满一些事情 总认为还是努力不够 所以没有成绩 也不会成功 但我们老了 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做过的事 不是天分不够 就是机缘不够 不是实力不够 就是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 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 三分人是七分天 有许多事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 最后还是失败 就是非人力之所谓 人过五十 面对住自己的得失成败 就要看开看透 不要那磨植住了 一命二运三风水 命里没有那个福报 就不要去抢求了 我们所能做到的 就是尽人事 听天命 只问耕耘 莫问收获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努力了付出了 对于结果就要顺其自然 二 面对感情中的悲欢离合 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有一句老话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面对感情中的因缘际遇 分分合合 你要相信 能陪你到最后的 才是你一生要珍惜和善待的人 爱情是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那些离开你的人 终究是你生命中的过客 就算你再痛苦再不舍 终究还是流水有意落花无情 该离开 你的人强求不得 张爱玲说过 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要遇现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唯有轻轻地问一声 哦 你也在这里 人生的一切 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前世不相见 今世不相见 只是有的人陪你走一程 有的人陪你走一生 有的人欲陷又别离 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走在了一起 让你不得不相信命运的神奇 感情中珍惜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看待每一次的不告而别 能够留下来陪你到最后的人 才是你生命中一生的贵人 才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三 面对住人生的吉凶祸福 学会看淡看开 人生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先来 面对住生活墙 加给自己的命运 或喜或悲 你都无需惊慌 要学会看开看淡 相信苦难会过去 好运会到来 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福惜祸之所福 祸惜福之所以 人生的命运 就是好坏参半 祸福相依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塞翁施马 焉之非福 你以为的好事 也许是命运 惩罚你的开始 你以为的坏事 也许是命运 给你的警示 从而让你忏悔改过 反而让人生 走得更加顺利 人生就是盛极必衰 否极太来 面对住人生的起承转合 都要坦然面对 同时也要以 恭敬之心 敬畏之心 为人处事 自助才能添注 积极的心态 正能量的思想 才能够让自己转获为福 改变命运 四 面对住自己的儿女 不再苛求 相信儿孙 自有儿孙福 无论你是普通百姓 还是富贵发达之家 相信对于自己的儿女 总有许多的一难评 有的儿女 总会让你失望 达不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但你应该明白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 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普通人 只要孩子走正道 好好做人 你真的没有必要苛求自己的儿女 望字成龙是每一个做家长的人 都会对自己的孩子的期许 但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和想法强加给儿女 如果总是以为一切都是为儿女好 就是道德绑架 最后也一定会让自己感到失望 孩子有出息 学习好事业有成 固然值得骄傲 如果孩子普通平常 也要以平常心对待 现代人有一句话说 越是那些不怎么优秀的孩子 都是来报恩的 都会留在父母的身旁 能够照顾父母孝顺父母 那些有出息的孩子 往往会远走高飞 却对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暇顾及到父母 事实上就是这样 只能说各有各的好 古人讲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做马牛 这一生 无论你有男孩还是女孩 都是你命中注定的儿女 无论儿女有没有出息 都是你要接受的事实 都不是你能够左右的 让一切都顺其自然 不苛求儿女 不苛求自己 让一切都顺其自然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才是最好的心态 人生就是只问耕耘 莫问收获 看淡得失成败 相信命中注定的才是缘分 面对住人生的急凶祸福 坦然面对命运的启程转合 不苛求儿女 不苛求自己 相信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再好 相处时 也要做到三不要 一 卷手语 人生路上 子女就像是一颗幼苗 父母总是会力所能及地 多给予一些关注 勤打理 以为这样能更加茁壮 可 有时给予的爱太多 也会让子女的成长出现问题 会好心办坏事 周国平说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 他懂得在人际交往中 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 父母与子女关系亲近 但亲近不代表无界限 与子女相处时 也要把握距离感 要考虑彼此之间相处是否舒适 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再好 相处时也要做到三不要 二 不要对子女期待过高 过于严格 父母对子女有期待 那是一种常态 但是 若是对子女的期待过高 对他们过于严格 就有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 我有个同事说 他三十几岁的人了 还被父亲管着 父亲将他的一生都安排好了 小学 初中 大学念什么学校 都是他安排的 大学毕业后 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逃离他的管控 不曾想到 又给他安排了工作 如今 他交了个女朋友 父亲不同意 说早已给他安排好了 若他要结婚 就娶他占有家的女儿 知根知底 亲上加亲 为此 他决定单身一辈子 并且 还和父亲闹翻了 现在已是不联系的状态 如同仇人一般 作为父母 对子女的期待太高 过于管控 都会使得子女失去自我 对于孩子 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有很多期待 但是不能太过于心急 而是应该按孩子的天赋和兴趣去培养 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 让孩子做的事情 超出他所能承担的负荷 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会变得更叛逆 反而会毁掉他的前程 别给孩子定太高的目标 让孩子努力也够不到 永远得不到认可 挫败敢会打击子女的积极性 三 不要随意把钱都消耗在子女身上 钱 能解决很多事 也是生活质量的保障的基础 作为父母 不管多爱子女 都不要随意把自己的钱 消耗在子女的身上 因为子女得到的太容易 就会不懂得珍惜 也会不懂得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 若是子女需要钱 一定要让他讲清用途 同时要告知 从父母手里拿过去的钱 是要还的 父母给予子女钱 要知道他们拿钱去经营什么 有多么大的成功率 假如是单纯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 那么这样的钱就应该拒绝给予 子女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应该通过他们的实力去赚 而不是心安里得花父母的血汗钱 莎士比亚说 钱是一根伟大的魔杖 随随便便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模样 爱得太满 也是一种压力 给得太多 会限制孩子的成长 子女懂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赚钱 才能懂得人间疾苦 才会真正明白钱的重要性 父母不把所有的钱 都消耗在子女身上 给自己留一些养老钱 晚年的生活也会更好过 四 说话时不要口无遮拦 保持情绪稳定 在一个家庭中 父母的情绪 是保持家庭氛围和睦的关键点 看过这样一个报道 一个高中男孩在学校不好好学习 老师给男孩的母亲打电话 母亲来学校时 发现儿子在教室偷偷地和几个学生玩扑克牌 他非常生气 把他拽出教室 不断地责骂他 还当着许多同学的面 打了儿子两个耳光 发泄完情绪 他转身就想离开 这个男孩觉得 在同学跟前丢了面子 一气之下 纵身跳下楼去 一个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终结 作为父母 别把负面情绪 发泄在孩子身上 克制情绪 先从坏情绪中走出来 再去解决问题 一味地发泄情绪 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与子女相处时 不管多生气 永远不要口无遮拦的责骂 而是要学会沟通 保持情绪稳定 用心去沟通 许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父母情绪越稳定 子女的心态 也会越稳定 彼此之间 若是养成了凡事沟通 事事商量的相处法则 那么 家会变得更和睦 亲情无价 好好经营 作为父母 要真正了解子女 对他们的缺点 天赋都很清楚 因财失教 循序渐进 不做满分父母 留下一些问题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尤其是钱财方面 想拥有的更多 要靠自己去争取 别让话语成为 伤人的刀枪剑剂 不把情绪随意 发泄在孩子身上 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努力做好自己 才能更好地 帮助子女成长 老人一旦出现 这三个信号 说明时日不多了 子女一定要多加陪伴 父母终有一天 会离我们远去 我们要做的 是在他们在世时 竭尽全力陪伴 不给彼此留下遗憾 当家里的长辈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说明他们已经如日薄西山 子女一定要多加陪伴 不要以为来日方长 那都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不要等到失去机会 才追悔莫及 一 记忆力持续衰退 老人的记忆力 是衡量其身体健康和衰老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 步入老年 很多人的记忆力会逐渐衰退 但这种衰退呈现持续性和明显加剧的趋势 就需要引起子女们的重视 记忆力的衰退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 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疾病 会导致老人的认知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逐渐丧失 因此 当我们发现家中的老人记忆力持续衰退时 子女应该多加陪伴 帮助他们保持脑力活动 想尽一切办法 延缓病情的发展 这其实是加速老区的一个征兆 即便看起来身体康健 也只是表面现象 不要觉得记忆力持续衰退 只是正常衰老 二 总是念叨久远的过去 在父母心里 那些久远的过去 藏着美好的回忆 也代表思念想见而见不到的人 当他们突然有了老去的征兆 便是那些人 时常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 不只是因为思念 还是另一种无法言说的现象 老人总是念叨久远的过去 是因为他们对尘封已久的记忆 突然变得清晰和深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人们的亲友和伴侣逐渐离世 他们的生活圈子也越来越小 在这个时候 回忆过去成为老人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和情感支撑 念叨久远的过去 寻找着曾经的快乐和幸福 回味和再次拾回那些美好的时光 子女们应该理解老人们的心情 多听他们倾诉 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 同时还要警惕这种现象 尽量陪伴老人生活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不舍和眷恋 三、总是希望儿女多家陪伴 老人总是希望儿女多家陪伴 这是因为他们渴望亲情和关怀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人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 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个时候 他们最需要的是子女的陪伴和照顾 虽说父母对子女的付出 并未奢求回报 但的的确确需要孩子们的回应 让自己感受到那份亲情的回馈 作为子女 我们应该尽量抽出时间 多陪伴老人 给予他们关心 陪伴不仅可以让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也可以帮助他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 有了孩子们的需要 他们才会珍重自己 让生命更长一些 同时 子女们也要学会倾听老人的心声 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需求 尊重他们的想法和自由 在老人出现以上这三个信号时 子女们一定要多加陪伴 陪伴不仅可以给老人送去慰藉 还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 我们要用陪伴来滋润老人的心灵绿洲 用爱来支撑老人的心灵依靠 不要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 不要让自己承受子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 因为父母亲情 失去了 便不会再来 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 别碰这些不急的东西 容易不幸 人这一生 其实活着 谁不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安稳而幸福的生活呢 谁不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 能够享受生活的安乐与人生的福气呢 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可以兴旺起来 子女有出息 家庭和睦呢 但其实 人生都是有因果的 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遭遇和选择 一切都是要看人的内心如何去选择 选择了善良 选择了正道 选择了遵守底线 选择了用心经营家庭 选择了脚踏实地 那么自己的晚年自然是会有好报的 反之 选择了做坏事 违法的事情 没有来良心和道德 没有底线 甚至去背叛自己的家庭和婚姻 那么晚年得到的一切坏结果 都是自己自找的 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 其实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在这十年中的选择 很大关系影响自己的晚年幸福 想要让自己的晚年得到福报 能够安享晚年 不会招来厄运 那么在这十年中 自己不要去碰这三样不及的东西 洁身自好 守住底线 才能让自己渡过难关 一 别为了钱 别为了钱财放弃自己的底线 史记中说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当一个人为了钱财放弃了自己的底线 一味地去追求利益 那么容易让自己走上不归路 有的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其实在事业上得到了很高的位置 也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名声 却自己不懂得珍惜 为了钱财 一次次放弃自己的底线 公诉中的罗教授 他快到退休了 却因为自己的贪婪 为了钱财 一次次放弃了自己的底线 没有听女儿的劝告 叫她及时收手 叫她不要给惠权打工 她就是不听 因为对方给了很大一笔钱给她 而她明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 却还是选择了去做 最后她的名声没了 退休再往也泡汤了 晚年落得了凄凉的景象 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时候 虽然生活的压力还很大 但是不要打着为子女存多一点钱的二七号 去让自己做没有底线的事情 否则 你得到的都是不属于你的钱财 终究都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二 不要碰婚外之外的感情 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子女也长大了 而自己与伴侣的生活 不管多么平淡 我们始终都要守住道德的底线 五六十岁的时候 其实婚姻也二三十年了 一路走来都不容易 我们要好好保持初心 不要辜负自己的枕边人 就算是夫妻之间感情变淡了 也总是因为生活的一些小事而吵架 但是并不是我们背叛婚姻的理由 到了这个年纪 一旦陷入婚外情之中 导致家庭关系破裂 妻离子散 个个都不搭理你 那么你老了 没有人照顾了 才后悔莫及 想要自己的晚年过的幸福 就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对家庭负责 才能换来家庭给你的幸福 而不是图意识的激情 三 不要碰恶习 不然人生越来越倒霉 有的人想着自己五六十岁了 工作稳定 也积攒了很多存款 其实是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却就是不安分 看着别人投资赚钱了 或是去做赌赚钱了 自己也想赚过更多的钱 欲识去跟着别人一起搞 却没有想到陷入了危险之地 有的人一碰赌 就上瘾了 无法戒掉了 越赌越大 就算是家人逼着借赌了 自己也说再也不赌了 却在别人一个电话打来 说有好局 一定要参加 很可能赚翻了 自己心里痒痒的 偷偷背着家里人 又去赌了 结果还是一样赢不了 反而输的更多了 其实很多时候 赌场上都是有陷阱的 我们不要以为天下掉 馅饼的事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更不要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赌是人生的红线 千万不能碰的 人生后半场 不要沾上恶习 才能守住家庭 守住自己的人生 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 我们一定要稳住自己 这十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去碰以上这些不吉的东西 懂得知足常乐 守住底线 少投机取巧 不要试图走捷径 否则 自己就会越陷越深 一个人倒霉的时候 学会反着来 就有好运气 道德经里说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任何一件事 都有其正面和反面 并且正反面是可以转换的 当你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之后 就能从这一面 走到另一面 很多人 觉得自己很倒霉 把霉运的根本 算在社会太黑暗 被人算计太狠 机会太少等 而没有看到自己 做了什么 人要倒霉 喝凉水也色牙 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 思考一下 倒霉的时候 不可以不喝凉水吗 学会反其道而行之 人的运气 就悄悄改变了 一 再弱 也要守规则 我们有一个习惯性思维 欺软怕硬 是强凌弱 当自己处于弱势的一方的时候 马上就会摆出 唯唯诺诺的样子 任由别人欺负 不敢反驳 反而讨好 你越是讨好 别人越是欺负你 有恃无恐 变成了恶性循环 如何在自己弱小的时候 很好地保护自己 扭转局面 那就是坚守规则 任何时代 规则是公认的 也就是说 你守住了规则 就等于是利用了大众的力量 唐朝有一段时间 太平公主备受宠爱 大臣们对她 也是不得不低头讨好 公主到雍州游玩的时候 看中了寺院里的一盘水墨 喊吓人 强行搬到京城去 寺院里的和尚 到雍州私户李元洪处告状 李元洪充其量 是一个欺品芝麻官 无法抵挡公主的行为 但是他很快查清事实 认定水墨为寺院的合法财产 然后派人把水墨追回来 李元洪的上司们 都捏一把汗 要求改判 顺从公主的意思 李元洪索性把判决情况公布 并说 南山可疑 此判无动 这就是执法如山的典故 事后 公主佩服李元洪的规则意识 让她升任京兆尹 类似的情况 还有东汉县令董轩 公主的奴仆犯罪了 果断去抓捕 还在光武帝刘秀面前 说清了执法的依据和重要性 从而得到了刘秀的点赞 俗话说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规则就是民意的集合 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规则用好了 就是顺应了天道 弱小的你 不违法乱计 还用规则来保护自己 就是顺天而行 二 再穷 也要有骨气 很多人 一旦穷了 就没有骨气了 讨好妇人 甚至愿意 把女儿许配给妇人 以为攀上了高枝 最可怕的是 有的夫妻 因为贫穷 就分道扬镳 女人改嫁给妇人 丢下男人狗活 西汉时 朱买臣以砍柴为生 但是他坚持读书 不甘心平庸 他的妻子崔氏认为 一个砍柴的人 拿着书 不伦不类 就要求离婚 多年后 朱买臣做官了 妻子却改嫁给穷人 两人再次相遇 妻子求朱买臣 给自己一碗饭吃 朱买臣端起一盆水 倒在地上 说 水能够捡起来吗 记住 人穷至不穷 终究要出头 人倒霉 多半是身无分文 甚至负债累累 你不要担心 不要到处求人 你找人借钱 要和富人做朋友 这是不可能的 还是努力读书 学技能 熬过了人生的低谷 很快就会站起来 寒窗十年的道理 告诉我们 经历了冬天 春天就来了 不要在冬天里 哭着过日子 这样 你会错过蓄力的好机会 三 再难 也要帮助人 当你倒霉的时候 愿意帮助别人吗 你多半会说 我什么都没有 怎么帮助别人呢 其实 你不知道 你还可以有一颗赤诚的心 明代思想家 袁勒凡说 人为善 福虽未至 祸以远离 当你做好事的时候 就意味着人性开始放光 开始结善缘 得到帮助 进化心灵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同学小丽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她失业的时候 去做外卖员 入过某小区 发现一个走丢的孩子 果断停下来 帮助孩子寻找父母 因为寻找孩子 耽误了二十分钟 手里的餐盒也冷了 当她对顾客说明原由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是 顾客邀请她到自己的公司 做前台服务员 善良是可以传递的 也是可以感染人的 这个世界里 有坏人 但是我们相信 好人更多 你连举手之劳 都不愿意 还谈什么好运气 困难的 使经济 家庭 工作 永远不能是精神 四 再顺 也要去进步 有的人 一帆风顺的时候 一日看尽长安花 殊不知 人是要乐极生悲的 顺境变成逆境 人就开始倒霉了 若要转变 那就要从顺利走向顺利 有个词语 叫不破不立 把现有的舒适去打破 你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人生永无止境 那么好运就永不停止 与其等社会淘汰自己 不如主动去打破局面 这也是未雨绸缪的智慧 著名记者弗兰明说过 不要等待运气降临 应该去努力掌握知识 读书 走万里路 访问贫苦 都可以带来智慧 根据时代的发展 调整自己 没运来了 也很快会走开 五 世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也没有什么是坐享其成的 牢记荀子说过的一句话 自知者不怨人 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穷 怨天者无智 运气始终在自己手里 按照规律去动手改造 就能轻轻松松做成大事 你怨恨规律 那就是逆流而行 人生越发困难 我们研究了多年 种出了反季节蔬菜 瓜果 但是你不太喜欢 因为味道不太好 这就是规律的力量 运气不好的时候 要求变 不要求稳 要求自住 不要求人住 风水轮流转 好运到我家 男人再爱一个人 这几件事 也要瞒着女人 别高估了爱情 一 隐言 流逝的岁月 就像老照片 依然清晰 但也只是定格的画面 爱一个人 不可能经历过他的一切 你不清楚 是在他的哪个人生阶段 介入到他的生命里 成为他最重要的人 杰克伦敦说 爱情呆在高山之巅 在理智的古地之上 爱情是生活的 升华人生的绝顶 它难得出现 在与心爱的人相处时 要掌握经营爱情的技巧 否则 失去了分寸感与边界感 就有可能导致 两个人的感情破裂 男人再爱一个人 这几件事也要瞒着女人 别高估了爱情 二 曾经交往过多少个女朋友 不必太坦诚 人与人交往 在最终成为夫妻前 很有可能会经历 几多波折与风雨 极少在初恋时 就能遇到对的人 无论你与爱人的感情有多好 不要对曾经交往了多少个女朋友 太坦诚 知否中的顾亭夜 自小风流倜傥 流连风月场所 坏名声在外 还有过一个外事 名叫曼娘 为她生过一双子女 后来 她真心求取圣明兰 大婚之后 更是对她宠爱有加 可当明兰听到 魏航首这个人 是顾亭夜的红颜之己 而且才义了德 是武陵春异曲 鸣动京城的人物 她耐不下性子 忧心焦虑了好长时间 满脑子都是顾亭夜 和魏行首的过去 甚至怀疑 他们到底还有没有联系 这件事 让顾亭夜也很无奈 怎么解释 都无法打消明兰的疑心 人生路上 你所爱的人 有很大的几率 不是他的初恋 曾经交过几个女朋友 不要再细致地询问 不讲述之前的情感经历 不是故意欺骗 而是觉得那些真的不重要了 没必要再提起 让女人胡乱吃醋 过去 已经成为过去 就不要再提起 以免造成夫妻之间的隔阂 三 父母有多少存款 不要告诉妻子 男人 不管和女人的感情有多好 对于父母有多少存款 其实不必告诉妻子 说的太多 让感情掺杂太多的算计 会变得不纯粹 如若 女人不独立 总觉得 父母应该给予小家庭 更多经济上的资助 而且 兄弟姐妹众多 惦记父母的存款 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如若 妻子询问到父母 有多少存款 男人可以含糊其词一点 不说父母过得富裕 只说 他们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会给小两口的生活 添加负担就可以 不依赖父母 女人会和男人一门心思 靠自己去经营更好的生活 男人不将自己的父母 有多少存款告诉妻子 可以让父母过得更加体面 也能让自己和妻子 断了啃老的念头 同时 与公婆相处时 也不会在钱财 礼物方面有太多的计较 四 父母对妻子不好的看法 要瞒着她 公婆与儿媳 立场不同 出现一些矛盾 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两代人相处 会因为生活习惯 消费多少 或是一些不同的观点 产生比较大的分歧 公婆当着儿媳的面 不好意思说批评的话 有可能经常会跟儿子唠叨 作为男人 不要在这方面太实诚 父母这边刚说完 回家就都说给妻子听 这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不如把话反着说 多说些父母理解包容妻子的话 妻子的气消了 觉得自己是小辈 不管对错 都不应该顶撞老人 他觉得老人也没有真的计较 就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相处 男人在妻子面前 说话注意分寸 不把父母对女人不好的评价说出来 是为了维系所有人的和睦相处 在人生路上 真爱可遇而不可求 与爱人相处时 要学会换位思考 亲密关系中写道 用对的方式去爱 不改变对方 不委屈自己 让我们都能得偿所愿的去爱 去被爱 有些善意的谎言 可以让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幸福 在说话之前 男人要考虑一下 说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若是实话更伤人 那不如紧闭住口 不让彼此的相处增添更多的误会 男人懂得说话的艺术 愿意多为妻子考虑 说话时才会再三思量 用心经营婚姻 爱才能细水长流 人到中年 一切随缘 人到中年才明白 争来争去 真的是太累了 争得越多 反而失去的越多 还时常把自己困在了泥潭之中 人到中年 一切随缘 看淡得失 看开成败 不计较那么多 不在乎那么多 才活得轻松 道德经中 道德经中讲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 不计较不计较 不计较不计较 处众人之所悟 顾及于道 其实与人争来争去 终究都是一场空 学会静而不争 淡定从容 才能活得豁然开朗 不管中年的你 失业干成了什么样子 也不管你的生活 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都要坦然地面对 不要逢人就诉苦 学会沉默 懂得随缘 顺其自然 不张扬 才能稳住自己的人生 一 随缘得失 得而不喜 失而不忧 想起一个故事说 春期战国时期 楚国的孙叔敖 当过三次宰相 但是却没有开心过 他的朋友 问他为什么当宰相了 还不高兴呢 他说 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每一个职位而已 后来他的宰相之位失去了 也没有见他多难过 他的朋友又问他 宰相都没得当了 你不难过吗 他又说 我不过是掉岗位而已 依然还是可以工作的 也没什么好失去 孙叔敖的心态 真的很好 有的人 面对得失 就情绪失控 就稳定不了自己的情绪 为了一点失去 就在抱怨 不高兴 甚至心里 记恨别人 唯有随缘得失的人 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其实人生 就是一个有得有失的过程 你能够得到什么 失去什么 都是注定的 不如随缘 不如随缘 看开 才不会活得那么沮丧和纠结 二 名利随缘 不在乎了 人到中年 能够拥有多少社会地位 能够在事业上拥有多大的成就 能够让自己拥有多少名利 都随缘了 人到中年 只想活在当下 不想再追求那么多虚伪的东西 也不想让自己为了名利比变得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是谁了 当有一天 你掉进了名利场中 无法自拔的时候 你就明白 看待名利 不要让自己再为了名利 争来争去 心就不累了 很多人活得太累了 都是因为太看重名利了 才在乎自己在别人面前的样子 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想法 太在乎自己的面子了 后来自己弄丢身心疲惫的时候 才懂得了人生越简单越幸福 过于追逐名利 只会吞噬人的欲望 唯有看淡一些 才能解脱自己的心 三 关系随缘 看淡人生聚散 人到中年 遇到了很多人 也看清了很多人 人生来来往往 有的人注定会分道扬镳 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的人再也没有联系了 人生海海 浮浮沉沉 聚散离合 都是人生必然经历的过程 人到中年 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要学会随缘 有的人即使以前关系很好 如今没有联系了 变得陌生了 不再往来了 那么也要懂得随缘 有的人跟你是朋友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看清了他们的目的 从而翻脸了 你远离了他们 不再是朋友了 那么也要学会看淡 有的人 你把他们当朋友 他们却把你当水鱼 只会消耗你 占你的便宜 对你百般算计 人到中年 不再追求多少朋友 人脉 而是追求真正的朋友 几个就足够了 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不再讨好和迎合 你若真诚 我便珍惜 人与人之间相遇 就是缘分 你我能够守住这段缘分 那么将心比心 真诚相待 就是最长久的关系 其他 让一切该来的来 该走的走 随缘就好 人生只在生死之间 活着就是福气一 古人云 出息不玄 则属后世 人命在呼吸之间而 看似漫长的一生 认真想一想 不过是呼吸之间 能够呼吸 就是一天又一天 呼吸一停 就是今生又来生 当我们纠结生死的时候 就会发现 美好的生活 不见踪影了 我们都活成了 启人忧天 理的主角 也有一些人 活了一辈子 其实只是重负了一天 毫无生趣 春秋时 孔子带住学生云游 遇到一个 叫林类的百岁老人 无儿无女无妻 生活困难 但是非常开心 一路高歌 林类说 死于事者 安之不生于彼 无今之死 不玉息之生乎 一个人没有死过 又怎么知道 死是痛苦的呢 或许 那时一个人在彼处 活得更好吧 诚然 过分担心生死 是自寻烦恼 生命不过 是从此处到彼处的过程 与其战战兢兢 不如享受过程 活着就是福气 把握这一点 你就可以把一切都想开了 二 活着是为了相爱 有爱就有温暖 作家林清玄一个故事 一只浮游在森林里哭泣 人们问他 为什麽要哭泣呢 浮游说 他的爱人刚才过世了 人们看了看 此刻 已经是中午了 于是安慰 浮游 自古以来 浮游就是 朝生暮死的 你自己的生命 也即将过去 还哭什么呢 人们不知道 浮游花了半天时间 去寻找爱人 又花了半天时间 为爱人哭泣 足以见证 一次遇见 一生遇见 半天就是半生 不是吗 有一首歌里说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 你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 活着就是为了 好好的爱 牵住爱人的手 慢慢走 从青春走向年迈 从年迈走向永生 小时候 父母爱我们 后来我们爱父母 当我们做了父母 又重负助父母 做过的事情 爱 然后 我们还要把爱 分给身边更多的人 也要去爱大山 大河 湖泊 海水 蓝天白云 城市 农村 因为爱 人间变得美好 人心徜徉在福气之中 三 活着是为了善良 感恩是应有之意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约翰 而蓝色牧师 每个星期天 都会给大家讲课 此时 他的衣服上 带住一朵花 一个孩子 在听完课之后 问 先生 如果可以的话 花送给我吧 原来 孩子的父母离婚了 他由祖母照顾 每天吃住香甜的饭菜 他无以为报 想要送给祖母一朵花 牧师取下花 然后说 抱歉 我不能给你一朵花 待会我送你一束花 是啊 这个世界不可能很好 但也不可能很糟糕 在最糟糕的地方 也有好事发生 人活着 不是为了怨恨和愤怒 而是为了帮助别人 做点什么 然后又感激别人 帮助自己做了什么 人与人交往 互相感激 那摩生命中的幸福 就翻倍了 俗话说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你只要一直坚持 朝着好的方面去思考 去行动 那摩你的人生 就会稳中向好 把别人的好 也当成自己的好 就是好上加好 四 活着是为了享受 别纠结人生过往 王阳明说过 好好吃饭 就是人生的修行 如果要寻找幸福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 饿了吃饭 困了睡觉 渴了喝水 累了休息 喂食膜 我们会疲惫 不是因为生活很苦 累得不行了 而是为了从苦走向甜 如果没有吃过苦 又怎么知道 甜的味道呢 古人说 入知蓝之事 久而不闻其香 入鲍鱼之寺 久而不闻其秀 很多时候 我们不幸福 是因为身在福中 不知福 因为长期不愁吃 不愁穿 也没有自然灾难 连战火的声音 也听不到 因此就忘乎所以 认为自己太不幸了 因此 好的人生 不是平铺直续的 而是先苦后甜的 所谓享福 就是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然后好好吃饭 它是睡觉 所有的痛苦 都是在度你去彼岸享福 这样的思维逻辑 让你更加喜欢活着 那些烦恼的过去 无聊的烂人烂事 就是过去的一粒沙 丢了就没事了 五 活着是为了不死 保持乐观的精神 春秋时政之家燕子说过 自古以来就有死亡 仁慈的人在那时休息了 不仁的人在那时被埋葬了 对于一个仁义的人 死去了 就是好好休息 他的一切都会被人记住 人们都把他当成活着 那些不仁不义的人 被泥土埋葬了 就真正消失了 大概是这样的缘故 我们记住了鲁迅 也常常读他的文章 我也会读到 朱子嘉迅 曾国藩之类的书 找到古人的生活哲学 当然 很多美好的故事 是不成文的 是口口相传的 比方说 姚舜与爱戴群众的故事 给了我们很多的温暖和力量 远古时代 大禹为了治水 和未婚妻来不及举行婚礼 就开始工作了 工作期间 三国家 门而不入 好日子 就是在感悟中来的 这是精神的福气 六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尽管如此 我仍宁愿沉浸在 爱与美之中 享受每一个日子 尽管知道一切都会过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好 也没有什么好 不过是你一念之间的感悟而已 认真想一想 连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火 没有人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但是你可以抓住 当下的一秒钟 抚摸一缕 阳光 和蜂拥抱 和父母打个电话 对身边的人笑一笑 一辈子不长 就是一呼一吸 睁眼闭眼 每天早晨 睁开眼 福气就进入了眼帘 不是吗 心眼坏的人 这三个表现很明显 不能深交 在人际交往中 一定要学会识人 品行不好 心眼坏的人 都不能够深交 交朋友 也是很重要的 交到一个好朋友 自然是能进一步 拉近关系 但若是交到一个 不好的朋友 那么唯有保持距离 才是明智的做法 所以说 有些人 既然不善 那就远离 不要给对方轻易地 伤害你的机会 尤其是要远离那些 心眼坏的人 他们不仅心眼坏 还会无形地 去伤害你 对于那些 心眼坏的人 这四个表现很明显 绝对不能够深交 一 讲话风格 嘲讽和讽刺 心眼坏的人 一般讲起话来 都是阴阳怪气的 其中 就是嘲讽和讽刺 他们总是能够轻易地 拿捏住别人的弱点 然后不停地嘲笑 甚至让你无力去反驳 话语 不仅让人听了 感到很不舒服 而且还会让人 感到很受打击 这种讲话方式 并不是一种 健康的表达方式 最直接的 就伤害到别人的 自尊心和尊严 心眼坏的人 喜欢在讲话中 使用冷嘲热讽 和挖苦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他们会把不满情绪 带进话语中 让听者感受到 他们的攻击性和敌意 例如 当一个心眼坏的人 听到有人说 自己不会做某件事情时 他可能会说 哦 是吗 那你真是太聪明了 连这个都不会做 这样的话语 显然是带着讽刺 和嘲讽的意味 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心眼坏的人 还喜欢在讲话中 使用尖酸刻薄的话语 来攻击别人 他们往往会用一些贬低 和侮辱性的词语 来攻击别人的弱点 或者不足之处 例如 当一个心眼坏的人 看到别人 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时 他可能会说 你这样做真是太不明智了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这样的话语 显然是非常伤人的 会让别人感到非常痛苦 所以说 心眼坏的人 没有本事和你吵架 却有本事在语气上 和你争锋相对 能用一张嘴无形的 把你击倒 二 经常性的挑拔 离间心眼坏的人 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不敢当面和你翻脸 却敢在背后 说你的坏话 各种嚼舌根 来搅乱你的人缘 他们往往会表现出 一种惯性的行为模式 即经常性的 制造分裂和矛盾 以便从中逾利 这种行为 通常是通过挑拔 离间来实现的 而这正是心眼坏的人 所擅长的手段 他们擅长在人与人之间 制造分歧和矛盾 通过散布谣言 和恶意中伤等手段 离间人们的感情 使人们相互猜忌 不信任 甚至反目成仇 而这些被挑拨 离间的人 往往会被利用 成为他们的棋子 从而被他们控制 或利用 从一开始 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盘棋怎么走 可想而知 这样的人 有多可怕 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用这种手段 来赢得别人的信任 和好感 以便更好地 进行的挑拔离间 至于为什么会挑拔离间 多数是因为他们看不惯你 不想你好 早就仇视你了 所以也就抓住机会来伤害你 看到你不开心 他也就得意 所以 此类人 并非善良之人 如果不远离 你就永远是被伤害的那个 三 见不得别人 好心眼坏的人 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存在 他们不仅 无法容忍别人的优点和长处 更是见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这种心理状态 源于他们内心的自卑和嫉妒 他们无法接受别人的成就和幸福 而更愿意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不幸和痛苦之上 平日里和你玩得好 可是有朝一日 你混得风生水起 他们就会第一个远离你 连一句恭喜的话 都不会说来着 只因他们见不得你好 他们只希望你很差 这样才是他们想要的 你的成就和幸福 在他们看来 真的很刺眼 你越耀眼 对他们而言 就越嫉妒 你若是一个闪闪发亮的星 而他们 就是在背地里 想找机会击败你的小人 所以说 这样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完全不适合做朋友 你好了他嫉妒 你过得差 他却不亦乐乎 心眼坏的人 往往不具备真正的朋友 和合作伙伴 和你做朋友 永远都是不安好心的 暗藏目的的 所以切记切记 一定要远离 切莫深交 不然你会被对方害惨 不然你会被对方害惨